管中民一早在臉書分享連結 儘管沒寫下隻字片語 但點開連結一看 網頁大大寫著 全民連署敦促教育部退出政治干預 尊重大學自主 連署人數超過一萬兩千人 法管風波不斷延收 讓沉默多天的管中民 也忍不住在周日出面控訴 整起事件有失公允 先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一定是這個做依法來行政 那詳細的這個如何依法行政 這我想我們人事處這邊 次長人會跟大家做說明 同樣身為台大校長 領選委員之一的教育部次長姚立德 與代保留不願多說 而台大下一步是該重啟領選委員會 還是向行政法院申請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讓政治的法律關係定下暫時狀態 使得管中民可以暫時擔任台大校長 管中民強調無法接受台大重啟領選 但身為高校龍頭的台灣大學 到底是該捍衛自治權益 還是低頭吞下這口氣 下一步該怎麼走各界拭目以待 記者成的分析為新北市報道